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 豆腰 进入了高温高虚的季节 不少花药都懂得给豆腰控肥控水 那么我们如果完全给豆腰控肥控水的话 是完全不可的 因为植物就像人一样 如果缺乏水的是不可以的 缺乏营养也是不可以的 那么我们只能给它少量的施肥 少量的浇水 我们养护豆腰完全给它控水 不给它浇水施肥的话 它是无法生长的 那么像我这一盆豆腰 我就是隔几天给它浇一次水 或者是到傍晚的时候给它吸一次肥 十多天给它吸一次 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出现问题 也不会停止生长 如果你给豆腰控水的话 因为豆腰底部这些毛丝根 吸收不到水分 就会导致根细出现问题 如果你给它断肥的话 豆腰的毛丝根吸收不到养分 那么这些浸杆还有这些叶片 就会增长的比较瘦弱 瘦小 这些叶片就会干扁掉落 在温度没有达到30度以上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适量的给它施肥的 如果对一些新手到哪一个时间段 不懂的给它施肥的话 我们最好就是在傍晚8点钟左右的时候 给它施肥或者是浇水 这样子的话就有利于豆腰吸收 气温降下来了 豆腰就会解除休眠区 所以就会张开气孔吸收一些养分或者是水分 那么新手给豆腰施肥的话就有点难了 因为担心把握不好浓度或者是施肥过度导致豆腰出现问题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使用这种浓缩营养液 它是豆腰型的 它里面含的各种元素是非常丰富的 尤其是蛋磷甲元素是非常丰富的 它的比例是20比10比30 它的甲元素是30 就可以把豆腰的根式养胀 这样子的话就会让豆腰提高免疫力 减少一些病虫害 那么我们怎样使用呢 在使用之前盆土式干的话 我们先给它浇一次水之后 再给它施肥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允许肥伤肥害 如果这些盆土是干的话 直接给它浇换肥水的话 它施收能力是比较强的 就很容易导致肥伤 那么就以1比1000的比例 施水水直接给它浇换就行了 因为营养液它是短消费 那么我们就每隔15天给它使用一次 这样子就有效的补充养分 就会提高豆腰的抗病率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 都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